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师,欢迎收看本频道观战,来观战一把十八的机球手 这是博弈好像啊,博弈打博士 这这种打博士还是个闪现博 我觉得插眼博会不会好一点 闪现博,这里没有跳 好了,现在有跳了,一刀破板,十八这边一棒子先打开 卡了一个时间点,踹了吧,踹了吧 这个虽然说博士对吧,自带涌动状态有霸体 但是面对这种玩的好的技术手其实也挺头疼的 这里你敢翻我就震慑你 小伙子这反应这操作也是快啊 知道你要拉这一刀躲开 然后趁着你的一个技能动作的一个后摇 然后一波翻,完美 我记得我曾经讲过啊,机游手啊,那个看太远啊 打博士都是打不动的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了对吧 不是我们打不打得动的问题 而是你操作够不够细 你只要卡着这时间点还是可以打一打的 还是可以打一打的 这边的牵扯时间已经分多钟了 上来抓一个技球手 其实对于博士来讲抓的快是可以抓的 抓的慢的话这还是蛮亏的 因为外面修的快的人有啊 一个游拆一个先知闪现一刀带走 整个局面的话我觉得是一个穷者6 博士4的一个局啊 就穷者真胜面会更大一点 而对博士来讲他的一个淘汰节奏慢 他现在需要外面去找机 他不可能守着这个机有守的 所以他现在需要外面去压 然后我们看有没有三连接 这边大门三连 其实我觉得博士可以围绕着大门大门三连来打 这时候如果说围绕着大门三连打 注意的还是正好是个草哥 草哥的邮差 然后你把草哥的邮差击倒了以后呢 就围绕着大门三连打 慢慢打感觉还有机会 呃追傭兵什么的 慢慢的绕 只要这 这句话我就料在这里 他只要不守大门三连 这个局就是一个四人开门战 好吧 话就放在这里了 守 对 过去守 找 接手不要了 对 这边 诶 没错 诶 好的 对 对 就是这样子 谁破密码机我打谁 邮差不管了呀 找游民啊 这里有重机有重机 诶一个重机 但是草哥拉开了 重机 算了 那管游民了 没错机子不能放啊 这边18的话 已经是赶紧补台新机了 知道你这边都要管秒机了 管的稍微晚了一点点 他如果说早一点过来 能够压住的话 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这边切插眼了 切插眼的话打空抢 可以可以可以 先封一手 这边有冲刺的机会 一个冲刺拉到脸上 一个重机 但这个重机只有一次 是 草哥 躲重机的能力有点强 这边要不看一下 跳皮 翻窗 嗯 难了难了难了 因为傭兵这边也开始捕了 而且18这边的机首 也捕上来了 这台机子捕上来的话 就控不了了 难控了 先吃还有只鸟 没到打 震射 嗯 那这个时候呢 我再给大家指一条路啊 这个手打怎么打呢 追着这个机球手打 因为机球手已经倒过一次了 追着机球手打 密码机还没亮 如果能把机球手打 倒了 二倒 然后就贴着这机球手 密码机亮了 我一刀把你给截裹了 追着机球手打 还有机会啊 追着机球手打 还有机会 这边密码机 又要亮了 要亮了 哎呀打中的是先知 嗯 哎 那那咯 刚才这道打中机球手的话 我觉得还行 对吧 打中的是先知 没办法 还是上来追机球手 这18的机球手也是给我们 对吧 教科书籍的演绎了一下 机球手如何来牵制博士 还有几个爆发 回身 看一下 鸟给上 要四把 一棒子打开 打晕 好走了 一刀拉近 这先知可能不一定走得了 不过有所谓的 因为这先知 就算走不了 你一刀打中我可以爬出去 先知没挡过地的嘛 还能跳地窖呢 穷 穷者这边一点机会没给的 一点机会没给的 这把是打的穷者 我觉得挑不出毛病来的一个 感觉就是四黑的感觉 感到这个不一定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